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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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英九去年访问大陆也是创造了历史 因为他是台湾首位访问中国大陆的前总统 此前都位国民党主席曾经访问中国大陆 并与中共中央总书记举行会晤 但是这些国民党领导人从未担任过台湾总统 即使国民党前主席连战也只是卸任副总统 肖旭曾在接受香港中庭社采访时表示 马英九与习近平在新加坡一别近九年 我们希望能再与老朋友碰面 带一切尊重大陆方面安排 我们欢迎马英九先生律团来访 希望两岸同胞共同传承弘扬慎中追远 引水思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促进包括两岸青年交流在内的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 北京国台办发言人陈兵华在星期一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林玉禅表示 星期一上午已经收到马英九的出访申报 而总统府尊重马英九个人行程规划 并将在此行安全等事务上提供必要的协助 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也表示 尊重马英九的私人行程 但是呼吁他向中国大陆反映台湾民意 坚持民主自由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定立场 马英九在担任总统的八年期间 两岸在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所谓九二共识基础上 全面发展经贸和人文交流 因此台局势总体呈平静友善去世 总体呈平静友善去世 国共高层交往也相当密集 在民进党集了蔡英文总统2016年主政以后 由于民进党不承认所谓的九二故事 北京切断了民进党政府几乎全部的沟通管道 中国军方则开始通过几乎从不间断的军事演习和战巡 对台湾施加越来越大的军事压力和渡河 台湾总统当选人赖清德由于曾在立法院公开表示 他是一位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而被北京视为顽固的台独分子 目前台海紧张局势有增无解 今年二月一艘中国大陆捕鱼快艇在金门禁县至水域 遭台湾海巡守船只追逐驱离帆覆 导致两人丧生它引起大陆方面的强烈反弹 北京否认金门附近存在既建制水域 而大陆海警船则多次进入这一水域 巡逻 目前两岸在渔船帆覆和人员丧生后事处理上 仍然谈不拢 存在严重分歧 台湾中国时报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 7年的辩论话题 台湾的前总统马英九访问中国大陆会对两岸关系产生 积极的影响们 参与的来宾们尊敬的来宾们尊敬的评审们 各位参赛的变手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辩论赛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六母田很荣幸能够在此主持这场讨论 两岸之间重要议题的辩论比赛 当今的世界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 全球化技术发展以及跨国互动在不断增强 促进了各国之间的交往和沟通 然而只有通过持续的了解和互信 我们才能顺利适应这些变化 正因如此我们今天会计在此共同讨论分析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地区议题之一 两岸关系 在此我们有马英九台湾的前东盟有马英九 台湾的前总统他最近再次详情中国大陆 而且可能与中共中央总书记兼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会晤 对此我们不能不认真思考一下 马英九的这次访问会对两岸关系产生积极的影响吗 是解决两岸毛嫩的两药 还是倒退的行动会加剧双方之间的紧张呢 在这个辩论中我们的辩手将从各自的角度出发 为你们呈现他们的观点和论证 让我们期待一次充满深度公正热恋和热情的辩论 然而在今天的辩论开始之前 我要强调一下这场辩论的目的不是为了争执 而是为了寻求理解和共识 并尝试理解对方的观点 使我们能够在每个问题上更有见解 更全面的了解从而提升我们的思维深度和广度 我想请大家在这次辩论中保持开放和尊重的态度 愿意聆听和理解不同的观点 我们将一起探索交流和完善我们对两岸关系的认识 让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辩论比赛 也期待这个过程能使我们对两岸的认识更上一层楼 在此我再次欢迎你们到场 并祝愿每位辩手都能发挥出应有的水平 期待你们的精彩表现 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激烈的辩论之日 我是正方辩手涛涛 我认为台湾的前总统马英九访问中国大陆 有可能对两岸关系产生积极的影响 我会通过引用历史事实以及权威数据来辅助我的观点 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马英九在任期间 两岸关系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马英九携手习近平实现了两岸领导人 自1949年以来的首次会晤 这是两岸历史上的里程碑 他们的会晤 基于九二共识 对于扩大两岸交流 增进两岸人民感情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起到了积极作用 再者 对于民主自由的台湾来说 马英九访问大陆 对于增进大陆对台湾的了解有着重大意义 他的访问可以作为一种公开的声明 向大陆展示台湾的民主发展成果 和国际地位 马英九可以以身作则 展示民主社会的魅力 尤其是在言论自由 人民权利和司法公正等方面 从实际效果来看 马英九长期倡导和平发展两岸关系 他在任期间推动了众多两岸的经济 文化和教育交流项目 据统计 2015年两岸贸易额达到1978亿美元 与马英九2008年上台时相比 增长了49.8% 在马英九任职期间 大陆访台人数 由2008年的280万 增加到2015年的407万 增长了82% 虽然离任后 他的政治影响力有所减弱 但他仍然是台湾与大陆间的重要桥梁 如今 当两岸关系面临紧张的局面 马英九的此次访问 无疑在一定程度上 有利于缓和当前的紧张气氛 探索两岸新的和平发展之路 总的来看 马英九的访问大陆 有利于增进互信 促进对话 并通过促进交流合作 参与和平对话 从而有可能对两岸关系 产生积极影响 他作为台湾前领导人 他的行动 他的声音 都有可能对两岸关系 产生深远影响 我期待这次访问 能给两岸关系 带来积极的影响 希望两岸能够借此契机 推动两岸关系 朝着和平发展的方向前进 让我们关注 马英九的此次访问 期待其对两岸关系 给予积极影响 我是正方便手涛涛 我认为马英九的这次访问 无疑是对两岸 和进行平衡风险的一次积极尝试 这有赖于斟酌几个重要因素 首先 维护两岸关系的稳定 需要长期持续的政治沟通 无论在贸易往来 历史文化 人民互动等方面 两岸关系都具有深远的基础和影响 根据政务委员会报告 在马英九任期的八年间 两岸以一个中国 各自表述的久而共识基础 发展全面的经贸和人文交流 使得两岸关系进入平静友善的状态 其次 马英九作为过去两岸关系十分和斜实其的领导者 用其激烈的人脉资源和经验客观上 可以起到沟通和稳定两岸关系的作用 他已经在2015年 与习近平在新加坡持谈 当时习近平曾对马英九表示 后会有期 如果此次再次会面 将是两岸关系中历史性的一次会晤 再次 实际情况下 承认或不承认久而共识 并不能改变两岸事实上 存在着复杂的纠葛和交集 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对话和沟通来解决 而不是对抗和冷漠的态度 二位领导人的会面 是这种对话的重要方式 最后 根据中评社的报道 马英九与习近平在新加坡一别近九年 我们希望能再与老朋友碰面 但一切尊重大陆方面安排 这种开放和积极的态度 能使双方的冲突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 因此 从以上给出的各方面数据和具体事实来看 马英九的此次出访 无疑将对两岸关系产生积极的影响 我是反方便手牙牙 我持有相反的观点 马英九的访问中国大陆 并不能对两岸关系产生积极的影响 我将引用历史事实和权威数据来支持我的观点 首先 我们认识到马英九在他的任期内 确实在两岸关系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但是不能忽视的是 他的这些政策并没有接着民进党的政策线 因此 在政策的连贯性和平稳性上出现了问题 对于新的政策措施 无法保持社会的稳定 反而可能加剧现在的动荡 其次 我们不能忽视的是 虽然马英九在任期间对两岸关系有过积极的推动 但他代表的是前瞻政策研究机构的政策理念 并不代表当前台湾政府的观点 这就意味着 他去大陆的行动 并不能代表现任台湾政府的政策取向 因此他的行动可能会产生误导 干扰两岸的政策沟通 再者 马英九虽然是台湾的前领导人 但是他离任后的影响力有所下滑 虽然他在任期间与大陆领导人会面过 但他的政策并没有得到大陆的完全接受 再者 现任的领导人没有选择与他会面 也少有为他的访问制定的任何形式的议程 这也显示出他的影响力有所下降 最后 我想引用一下台湾当选总统的发言 他强调应该坚持民主的价值观 强调人民的主体性 尊重人民的主体性是我们来应对两岸关系 应对所有争议的最根本的策略 用赖清德的话来说 我们都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这是一个更高的价值判断 我们必须尊重 基于这些原因 尽管马英九是台湾的前领导人 他的访问并不能对两岸关系产生积极的影响 而且 这可能会加剧现有的问题 增加不必要的混乱 对于一个复杂敏感的议题 如两岸关系 我们必须更加审慎和谨慎 增进的官制厂激烈而精彩的辩论 我们已经听到了不同观点的论证和理由 现在是时候总结一下了 首先正风骗手涛涛认为 马英九的访问中国大陆 有可能对两岸关系产生积极的影响 他提到了历史事实 马英九在任期间取得的成就 以及他在两岸关系中的重要作用 涛涛还强调了维护两岸关系稳定的重要性 并认为马英九的访问能够促进对话和合作 有助于缓和当前紧张气氛 反方便手牙牙则持相反观点 认为马英九的访问并不能对两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 牙牙提到了政策的联贯性和平稳性问题 以及马英九代表的前瞻政策研究机构的政策理念 与现任台湾政府的不一致 他还强调了马英九离任后的影响力下降 和现任领导人对他的行动的态度 我个人认为马英九的访问中国大陆是一个积极的城市 但是否能对两岸关系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还需要时间来验证 两岸关系是一个复杂而敏感的议题 需要双方的努力和公开解决 马英九的访问可以作为促进对话和合作的一种方式 但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事实上无论是正方还是反方 都没有完全回答最重要的问题 马英九的访问是否能够促进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尽管马英九在任期间取得了一些成就 但两岸关系的发展仍然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 只有通过持续的努力和双方的共同努力 才能实现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 最后我要呼吁观众们参与讨论 并提出你们的观点和问题 你们认为马英九的访问是否能对两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 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问题 并为两岸关系的未来做出贡献 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世界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A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华尔街电视 为大家主持亚洲大眼睛 什么样的内容 你慢慢看就知道了 一双袜子回了一个集团 马来西亚超市 误卖阿拉字眼袜子遭抵制 究竟是愚中还是别有用心 马来西亚KK集团旗下超市 售卖带有阿拉字眼的袜子 一事惹出风波 尽管该集团已对此事件公开 做出澄清道歉 但依然难以平息社交媒体上出现抵制潮 严重影响了KK超市的业务 那根据马来西亚媒体新周日报的报道 该事件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 对抵制该连锁店的呼吁 许多公众 特别是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教徒 对于该事件感到愤怒 并表示非常失望 甚至有人认为应该给予重大的教训 那马国网红老师莫哈默法德里就表示 不会接受KK超市的道歉 更扬言不会再去KK超市购物 虽然他表示抵制与否是个人选择 但还是获得许多粉丝积极的响应 那此外 马国饶舌歌手阿里兹南利 也表示对该事件感到失望 还质疑该连锁店的库存处理流程 他在社交平台脸书发文表示 该类事件不应该发生 因为这必须遵循几个层面的流程 才能将产品展示在连锁店内 他说如果我们想在商店里销售产品 就需要一方评估 另一方检查商品 还有质量控制过程 价格也需要确定 除此之外 许多网民也发文表示对KK集团失望 希望能够对此采取法律行动 KK集团创办人兼主席蔡志全 也率领代理售卖化纸的供应商 以及KK集团的员工召开记者会 公开向全马来西亚的回教徒鞠躬道歉 他表示自己创业至今23年 不曾犯过如此大的错误 希望民众不要抵制KK超市 他也强调已经致函内政部、内贸部、首相署等 各个政府部门与机构 结识该事件的来龙去脉 那另一方面 供应袜子给超市的新建昌公司 被吊销营业执照及下令 关闭应云 但该公司声明 应有30天期限 提交书面层词给市议会 因此应云执照仍然有效 综合马来西亚新周日报及中国报的报道 新建昌被指违反执照所允许的营业范围 遭马来西亚柔佛巴珠巴侠市议会 吊销营业执照及被勒令关闭应云 那根据报道 巴珠巴侠市议会是于3月20日通过社交平台 脸书发布文告 新建昌违反当地贸易、商业和工业执照 微信条例 才遭到当局发通知 吊销其营业执照及关闭应云 文告也表示 市议会主席伊查哈 已经将两份通知书 移交给新建昌的董事苏惠山 针对市议会发出的通知 新建昌在3月21日发表声明 他说 该公司代表日前与市议会主席伊查 会面时 有收到通知书 指该公司的袜子包装业务 涉嫌违反营业执照之下的 调规 市议会给予该公司30天期限 提交书面陈词 之后再会做出进一步决定 那该公司早前曾发布道歉声明 其坐落在巴珠巴侠 四家庭工业区的工厂 也挂上道歉横幅 并自行关闭工厂5天 那3月25日 KK超市正式起诉 供应商新建昌公司 因供应带有真主字眼的袜子 造成旗下连锁超市损失 所讨超过3200万令吉的赔偿 那有关赔偿包括2030万令吉为 招股上市中止的损失 那1050万令吉的品牌损失 以及从判决生肖日起 每周赔偿150万令吉 以弥补生意上的损失 律师大伟古卢巴丹 接受马来西亚今日自由大马 询问时 证实当事人已经入屏法庭 起诉上述供应商 并将新建昌和其东主书整发 列为答辩人 那根据书方的陈述书 KK超市指新建昌 已对他们的合法生意造成破坏 KK超市与新建昌是在2021年12月1日 签署采工合约 并以寄售方式售卖供应商商品 同时并没有任何合约或协议允许 该供应商展示或销售任何袜子 起诉方记录就显示 答辩方当天把冒犯及未经授权的袜子 放在货架上 因此蓄意干涉起诉方的生意 KK超市也指出 供应商特别是在该连锁超市 拟定首次公开招股上市IPO前 故意破坏其名誉 导致民众抵制及发出仇恨信息 包括在社交媒体上做出暴力及负面留言 为该公司带来了不可逆转的伤害及损失 那供应商有合约义务及职责 确保所供应的商品符合合约条款 并遵守1957年商品销售法令 KK超市就认为 供应商有责任给予数方保证 不会因为他们的疏忽而遭受损失 并指答辩方的疏忽 已导致起诉方面 对直接损失和经济损失 那抵制是一句话和一个行动的事 但所牵扯的是生远而可怕的影响 更可能破坏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招商引资的努力 马来西亚许多国际品牌的饮料或食品连锁店 真正的股权拥有人都是马来西亚的企业 任何的所谓抵制行动 伤害的绝不是外国人 而是真正的本土企业 企业业绩的溃败后果是裁员 那裁员的后果是员工失业 员工失业引发的是社会问题 社会问题的产生将给予政府和国家带来巨大的压力 那以KK超市的事件而言 这家超市的5000多位员工绝大部分都是马来员工 一旦超市因抵制而关闭 受苦的不是兴风作浪的喊口号者 而是这些无辜的员工 如果超市的员工因抵制而失业而陷入困境 绝不必寄望发动抵制的始作俑者会提供道义上的援助 放火的人绝对不会救火 马来西亚的经济正处于在役后的复苏和重建 马来西亚首相安华先后奔走包括中国 德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全力进行招商引资的工作 那前线的努力已经看到希望 但却有人不断点火烧后院 令马来西亚全国人民感到绝望 开明与包容是马来西亚发展的最正确道路 那动嘎将课题政治或宗教敏感化 在马来西亚招商引资社会建设的努力最终 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谢谢大家 这就是本期的亚洲大眼睛 希望听到您的意见 留言在节目下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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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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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华尔街论坛节目现场 在现在啊 在大家最关注的就是 在中国举行的一系列迎外宾的活动啊 那么其中呢 有美国的企业代表啊 有来自世界各大公司的CEO 同时啊 也有一位啊 叫做这个旅特的荷兰的首相 很快就要成为荷兰的前首相了啊 那么今天呢 我们也是看到了很多相关的 有可能啊 这个已经是得到了美国的支持 那么旅特啊 我们先来讲一讲 之后再来讲习近平会见 美国企业代表的相关情况啊 今天一早啊 我们就看到 旅特在北京大学与北大的学生 以及教师进行了交流 随后呢 又到北京的胡同里面啊 大师兰以及呢 荷兰的使馆啊 进行了一次考察活动 我们也请导播啊 放出一些现场的图片 那我们也特别注意到啊 这个旅特来自荷兰 荷兰有什么样的印象呢 大家往往记得荷兰呢 是一个人长的特别高大的 这样的一个国家啊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他们乳制品吃的比较多 从现场的照片来看啊 旅特呢 也是身材高大 特别引起中国网友兴趣的就是 旅特当时啊 是主动的拿起自己的手机啊 那么呢 是拍了这样的一张自拍照 我们知道啊 你如果拍到这样一个讲堂的全景啊 一般我们是要拿一个自拍杆的啊 把相机可以举的高一点 但是啊 有记者看到 旅特呀 直接是用自己的胳膊啊 一举一垫脚 就把整个北大礼堂啊 可以说呢 是一览无余 拍的非常的清晰 因此啊 又有记者打趣 说有这样的一只胳膊 谁还需要自拍杆呢 荷兰啊 还给人一个印象 就是欧洲的水城 大家记得在阿姆斯特丹啊 有很多的这样的 我们叫做这个啊 这个河流 那么我曾经去荷兰的时候啊 印象最深的不是风车 不是奶酪 而是阿姆斯特丹街头 骑车的人群啊 不管呢 是这个年轻人 还是老人啊 大家呢 骑车通勤为主 而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 大家也在疯传一段小视频 就是呢 这是吕特本人啊 骑车啊 在这个这个早高峰的时候啊 在穿梭上班的座驾 就是一辆小自行车啊 在美国的这个交通部长啊 皮特也是骑自行车上下班 但是我们也知道 美国的这个道路情况和欧洲有很大的不同 特别是骑车的安全问题 其实在美国是相当大的隐患 但是在欧洲呢 不管道路是不是允许汽车通行 往往我们都可以看到相当完整的 共自行车通行的安全设施啊 说到吕特 这个这个近期我们提到荷兰 往往会停到一家企业啊 叫做ASML 现在在中美芯片大战的背景之下 ASML的取舍和选择也十分的关键 可民先生 这一次旅特到北京来 不仅仅是要见到中国的部长级的啊 这样的一些领导 同时呢 也会见到习近平本人 以及呢 李强 他到底会说什么 有关于ASML的问题 到底在这一次的会谈中 会起到什么样的角色啊 实际上他们也非常的挣扎啊 一方面从价值观来讲啊 从实际性的某些利益来讲 美国也在卡他们的脖子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在这样一个国家 尤其是欧洲这些国家 要走出现在的经济的困境 要跟美国一起 可能性不大 因为美国和中国需要增世界老大 对吧 但是对于欧洲这些国家 它不需要啊 它需要的是发展经济 而且呢 就是说 美国的这个市场 也是比较有限 欧洲的市场也有限 中国不但有市场 而且呢 有这个经济上合作提升 自己经济力量的一个 更大的一个动力 我觉得欧洲这些国家啊 越来越学会啊 这个 有一点学东来亚的国家了 坚不想得罪美国 但是呢 同时跟中国的这种关系啊 有实际性的这种合作 我相信会有些实际性的合作 不仅是这个国家 意大利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意大利退出这个 这个一带一路之后 并没有产生特别的这个冲突 我觉得越来越 欧洲国家已经开始走向一种 务实的这么一种感觉 这个德国马上也是这个样子 法国就不用说了 如果这几个国家是这样的话 就把一个国家给 谁的一个孤岛上 这就是英国 好 那么说到这个ASML啊 实际上现在荷兰政府 也在和ASML进行一轮紧急的磋商 是什么呢 就是ASML啊 对于新任即将上任的政府的 移民政策非常不满 认为如果这样做的话 ASML的国际学生的 这样的一个人才来源啊 可能会在未来几年之内 就面临枯竭 因此啊 ASML方面也是说 如果荷兰政府继续现在这样的限制人才的政策 他们可能就要把总部搬到法国去了 所以我们说到有的时候啊 这个天下呀 这个人才的流动啊 是挡不住的 反而呢 是渴求人才的公司 可以选择到底在哪里驻足啊 说到驻足的问题 来自彭博社的一篇报道啊 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很多生活在香港的老人啊 原来啊 不愿意去中国大陆 不了解 觉得那里啊 很危险 但是现在有越来越来越多的香港老人 反而是在选择养老之地的时候啊 把目光对准了大湾区 比如广东的赵庆就迎来了香港赛马会的这一些老人 到底是怎么回事 想要能不能介绍一下 嗯 现在在这个中国大陆养老啊 可能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你大概只要花五千多人民币 七百多美金啊 你就可以租到一个不错的房子 有山有水有羊有植物 那么这样的一个房子呢 租金来看 再加上这种养老各方面的服务啊 那确实是非常非常的令人向往 这个虽然我还没有到养老的年纪 但是我也非常想去了 投摩社关注到的呢 这个人是之前香港在香港 但是人力资源主管的一个叫贤女士 她呢是84岁 那她现在呢不在香港 而是在距离香港120多英里的这个广东的赵庆 她是在去年10月份搬到了广东的赵庆 那这里的社区护理水平和宽敞的空间呢 成为了她选择这里的原因 她说这里的一切都很舒适 我随时可以很方便的去香港 因为香港的房子很小 而且人很多 那么和这里一比啊 真的是这个白天和黑夜的差别 那随着这个交通网络的改善啊 其实养老价格的降低 以及环境改善和政府政策的改变 有越来越多的香港的这个起老 是搬到了中国大陆来养老居住 那刚才说的这个贤女士就是其中之一 目前啊香港的养老院是严重不足 有16000多名老人那在等着这个养老院入住的资格 那安置时间呢我看了一下是长达16个月的时间 另外一边啊这个香港也是正在经历一个急速的老龄化的过程 那么到2046年也就是二十几年之后 香港每三名居民中就会有超过一名是65岁或以上的老人 那么贤女士住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 那180平方英尺带公园景观带浴室 每月只用5100元人民币 这个价格约为香港的四分之一 更不要提这里还有健身房菜园 还有山羊和猫 那供顾客居住和玩耍 那么为什么香港的养老条件呢 和这个现在的这个广东造型比有这么大的区别啊 那可能就是有一个最大的原因 就是在香港土地实在是太稀缺了 那么香港是缺乏专门用于建造养老院的土地 那么同样一块土地呢 那可能开发商啊是更愿意用来修建高级的公寓 那让或者是出售或者是出租给年轻人来住 那么有数据显示啊 这个太平洋保险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就说 那么他们是位于广州的养老院 在今年一月初接收了第一位香港居民 而且这个公司还针对计划在大湾区这个地方养老的香港老人呢 开发了一个专门的保险的政策 那么我也是看到这个广东这边呢 也是为北上进入深圳地区进入这个广东地区养老的这些香港居民呢 开发出了很多优惠的一些政策 比如是免费搭深圳地铁啊 免费搭巴士免费免费的一些这个公园 或者是市政的一些场所都是免费开放 还有医疗券高龄津贴长者生活津贴等等等等等等啊 可能在未来呢 我们会看到有越来越多的香港的齐老呢 北上进入深圳广东来 也这个享受他们的这个养老时光 说到这个养老的问题啊 和民建人是憋了一肚子的点子啊 跟我们观众朋友们也分享一下 谢谢谢谢 我天天问的其实都是养老的经济 也不仅是今天开始 几十年以前就开始了 就算是在纽约长岛这样的一种社区的博览会 你也可以看到了中南美一些国家 像这些退休的人民的招手 说你二十多万块钱 你就在我们这里可以享受一个别墅啊 是这个环境非常之好 我还去看了这种他们的这种模型 养老经济是全世界的一个经济啊 因为呢人们的健康长寿啊 对这个退休的准备可能不足 所以呢你能不能生活在原在的一个地方 确实是一个大的难题 二十年前 纽约时报就登了这个长大的老人在打包 为什么 在长大去不下去了 那么所以呢这就是给发展的国家 或者是某些区域经济的国家呢 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商机 现在在马来西亚在印尼 在泰国在越南在很多的国家都在抢这个老人的经济 但是当然回过来讲香港我们有一种特别的一种感觉 就是因为香港刚刚通过这个二十三条 在西方的媒体上 这个无论是政客们的讲话 还是媒体人的讲话 香港现在简直是到了这个世界的末日 但是事实上的情况呢 我问了一下香港的朋友 他们确实有沮丧压抑和无力的感觉 但是这个毕竟是比较经营的阶层 更多的香港的老百姓 现在是在北上深圳消费 北上深圳去寻找工作 北上去寻找养老地 这个是一批平民的一种新的趋势 同时呢中国内地的精英分子又前往香港 香港的人才正在产生 人口正在产生一个变化 甚至有人说 离开香港的人和进去香港的人现在几乎打平了 也就说明香港在出现另外一个变化 也有人说了 23条就是香港的底 从这个底之后 一个新的香港也许就会重新出现 现在当然这个过分路过还要继续看 但是香港这个悲剧啊 是大家一起造成的 不仅是中国政府的对一国两制的伤害 香港的一部分民政的那种焦虑 那种激进的一种情绪 再加上西方想帮助香港实行更多的民主化 结果产生了这样一场悲剧性的一种状况 但是我们知道六四之后 中国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希望香港呢也会走向这个新的阶段 不过我注意到讲香港啊 已经玩了的这个逻旗 我们在思想中就还讲过 这是到了北京 也就得到了北京领导人的这个结晶 也就显示出来 中国的包拥性似乎在展现出来 好 那么有关于这一次啊 北京是群建了 来自美国的一些CEO 到底释放了怎样的信息啊 我们再稍后再为大家披露 我们所了解到的更多的情况 今天一早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是 股市到底会怎么变 结果啊股市的成绩单一出来 有人说不好 这一次习近平出面都救不了A股了 简而言之啊 就是中国股市在三月份的收益 几乎在一天之内被全部吐回去了 那到底是出现了怎样的情况呢 何明先生你是怎么看的啊 有时候一些这个股市的调整啊 是一些技术性的一些原因 技术性的原因 当然我们知道美国的节日啊 这个中国的到了月底啊 有时候是需要一些技术性的平衡 另外就是我们的专业族家李维针这个博士 他的这个文章里面 其实就已经展现了这一点 中国的这样一个股市的存在的问题 还需要一段时间来调整 真正的牛市可能要几个月 或者一定时间之后 现在是三千点左右摇摇把把 但是呢不是跟之前那种 已经十足控制的股票下跌是不一样的性质 所以估计的可能又回来了 估计的有可能会跌一点啊 这个都是说明呢 中国的股市还是在清理过程中间 哎好那刚才何明先生提到两点 其实也正是今天股市之所以 会出现这样调整的原因啊 首先就是季末仓位调整 因为我们知道四月初美国有个假期 那么一般来讲呢 机构是在假期前可能会进行减股啊 这是一个技术性本身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 很多分析者都没有看到这一点啊 那么可能是对于美国的复活节假期不太熟悉 除了这一点之外啊 刚才何明先生也提到了 就是现在呀 虽然整个中国的不管是工业生产的复苏状况 还是消费的复苏状况 整体看来仍然是正向的态势 但是我们叫做整个的复苏仍然是脆弱而不稳定的 特别是在刚刚我们看到啊 二月的一些盈利结果 那么给人感觉呢 整个公司面啊 盈利状况还是不佳 不管是我们所说的比亚迪盈利数字 还是像猛牛啊这样的一些企业 消费端的制造端的 往往啊这个盈利的数字还比较的薄弱 现在呢整个市场对于中国的复苏状况 也仍然持某一种游宜观望状态 所以走出这样的我们叫做虚弱型的复苏 进行某一种强势复苏的状态 仍然需要一些时间啊 这也是李卫军在分析中为我们所展示的 当然还有另外的就是消息面的原因 消息面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昨天啊 那么有关于电动汽车的补贴的诉讼案呢 是在WTO正式被提交了 也让大家对于中国电动汽车 可能会遭遇更多的国际贸易密封 进一步影响中国新兴产业未来的盈利前景 产生了更多担忧 所以我们看到啊 既有技术面的原因 也有呢我们叫做底盘的原因 同时啊也有消息面的原因影响 真的是相当的复杂 而在今天我们将为大家录制的思想先取报会员呢 可能会在今天就看到了 我们也会详细为大家讲一讲啊 我们平时说这个外资撤出 外资撤出 到底什么是外资 什么叫撤出 哪一些是正常的调整 哪一些又是与经济基本面盘息息相关的 好说到中国企业啊 近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是阿里的命运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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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